講一講美股,其實過去那個星期蠻好的 尤其是上星期叫大家可以博一下夾倉 科技股NASDAQ,其實都差不多了 夾了大半,目標是117 但現在就115左右,115附近 不如先講S&P先 S&P去到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現在你看到S&P看了一張圖 其實剛剛就在紅市降軌的下面 看看他會不會破,一直都沒有破過 整個紅市差不多大半年了 都沒有破過,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上個星期五收3999,炸店好玩的 我覺得是硬要來,硬要壓低下去 然後你要看看他接下來這個星期 今天因為放假,就沒事的 明天看看他究竟可不可以破 但是看這個款式是會增持的 在這些位置,關鍵位,會增持的 我暫時來說,我自己看是會 如果你是要買美股的話 你偏重科技股會好過買S&P的 為什麼呢?就不是說我特別看好科技股 而是純粹我覺得科技股可能還有一兩下可以的 是 因為他相對落後 另外一個很重點就是 過去那個週末,比特幣就爆了上去 是啊,兩萬一了,今早也是 是啊,而比特幣在外資眼中 就是華爾街 他們是很經常會拿比特幣去看NASDAQ 是啊,昨天有人問,昨天有觀眾問 可不可以馬上開納子的牛仔呢? 是啊,但是我自己看,過去上個星期 因為那幾下,其實上來 某情況上反映了,可能是反過來 這次是先升了NASDAQ 然後去到週末,然後比特幣就一夜追回來了 是啊,可能反過來 但是比特幣很快地說 不特別說太多 因為免得那些人又要我銷比特幣 你知道現在很敏感 是啊,其實兩萬一是一個阻力來的 現在剛剛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頭下正常 只要不要下1萬9就可以了 那之後呢,如果破到的話 下一個位置2萬4 是 純粹看圖 沒有任何其他的因素 這樣 如果你說向上,再向上 去到2萬4 那NASDAQ應該會再好一點 會再怕 這樣,但是 是啊,現在講到這裡 那講回S&P,S&P第一張圖 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那究竟這個禮拜會怎樣呢? 這個禮拜的方向就是不要做膽 嗯 不要做膽 因為你慎防它真的會夾穿 是啊,開始去到不順這位置 是啊,是啊 那去到這些位置 你要小心它 就是它就順手跟你夾穿它 是 夾穿它之後呢 會有些什麼情況呢? 就是很多 就是這個月underperform的錢 尤其是meutual fund 嗯 因為它現在呢 那個cash level 是all time high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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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是絕對underperform的 應該是會 哦 所以他們如果真的夾穿了熊市幹鬼的話 很順勢他們一定會先追回首貨 是啊 是啊 那到時就會順勢推上4,100 嗯 是啊 那這裡起碼座底還有100點 所以就不要在這些位置開 這些位置開你預約了 起碼是被它夾的了 這樣被它夾100點了 那所以就不要逆勢做擔 不下3,900下都不要交 哦,OK 是啊 那如果你說做好的話呢 就是手衡真的要賣東西反彈的話呢 就選科技股 是 選一些主力的 你看上星期Amazon夾得很厲害的 或者Tesla都好像有一點見底的感覺 那接下來那個星期 你可能會找一些二、三線去買 就拼它追一下落後 OK 這個 那你說還買不買大股啊 Apple那些 就暫時不交 嗯 那有沒有什麼二、三線呢 下張圖 好,下張圖 是啊 是啊 石油股 石油股 上星期石油股升了8% 就是石油股 就是石油股 升了8% 但是石油股不是很跟 看看會不會今個星期追回落後 嗯 石油股 可以看第二張 哦,OK 就是下一張是嗎 是啊 好 那下一張就講NASDAQ NASDAQ呢 那就是NASDAQ 那117都是維持了一句 117你可以吃的 嗯 那我也都不會駁它說 真是去到一條 就是熊市鋼軌的 嗯 那熊市鋼軌差不多一萬一千九了 已經是 那就 117我覺得都可以吃的了 那然後你可以將指數 贏的你就轉去玩二、三線 哦 那個套路就是這樣 就是你炒完那個指數 你正常地就會 應該是follow up 就是應該是二、三線 那有些什麼二、三線呢 那就隨便看圖 找了六隻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 因應自己的 就是資金 或者風險承受能力 口衛 都有一句 那就可以找些東西來買 那真的比較漂亮的呢 可能是Shop牌的 是啊 SHOP 是啊 是啊 那另外就是半導體那兩隻 其實我跟街道很喜歡 ON 以及Wolf 嗯 是啊 這兩隻半導體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星期剛剛就 NVIDIA就升了很多 那另外一方面TSM都可以的 嗯 是啊 那另外就是三隻比較薄一點的 就在下面 哇 我喜歡 是啊 DDOG 以及PNW 嗯 OK 是的 那後面那兩隻是在底的 是 但是有少少底背詞 那看看它會不會行跟彈 好 好 留意一下 就是等一等它看一下 是 是了 看一下是怎樣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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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Robox 之前39元那些位 現在都是33元而已 還有還有一些平台 是啊 是啊 還有就是你駁它出業之前 那就是怎麼都可能炒一炒 這樣 那就是現在暫時都是出大股嘛 是 那些二三次還沒有動的 所以 是的 就是你現在你提前進駐了 那你駁它如果上的 那你就 就是 就是你在它出業之前 你就吃虎了 如果不是的 那其實它現在都不算在高位上 那你輸的風險也都會低的 香港那堆我覺得都有一些靜靜的 的起動 搬到體那些 就是我不是很熟那些 就是981 1347 85 2878 那堆其實大家都看到是在炒的 那些 但是就 你說是不是很大的錢 下來了 我有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有得炒的 就是上過的很有趣 市立的時候 它們都是 都是升的 那如果喜歡的那些朋友 我見有人問 可以留意一下這一堆 好 好 繼續問 看看先 下一張就是Netflix 我見到 因為我想知道 Netflix 挺好炒的 最後講一講Netflix 其實這個星期 就是星期四 美股本後 就會出業績的 香港就是星期五的 就是早上收市 Netflix 其實你看到近期都挺漂亮的 而剛剛好上個星期五 是完全補了去年四月份那個超級大裂口 是 有一個超級大裂口三百多元 一夜就落到二百五的 嗯 那個裂口呢 它花了大半年時間 終於補了 嗯 是的 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就 你再去博業職呢 我就覺得有一點點高的 是 是 坦白說是有一點點高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它本身呢 其實它在上一季出現業績之後 它每一季都會給指揮的 是 它給四季的指揮的 收入是增加1% 是 是的 但是為什麼都會這樣升呢 就是因為 其實Netflix有60%的收入 是來自海外 嗯 而美匯呢 本身在它上一季公佈業績的時候 是110%的 哦 現在是102% 102% 即是說它已經 坐底是 輸少了8% 是 即是說 反過來它的收入應該是會增加了 增加 是 這個就是一個很基本邏輯的想法 這樣 但是 但是我都覺得是有些害怕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它其實過去那段 你看一下它其實由250元 開始彈呢 其實一個月都不夠 嗯 已經彈了20多% 那我就覺得是 某程度上 即是你懂計數 其實大家都懂計數 因為美匯下 那很自然地 Netflix的收入就會增加了 嗯 所以呢 就應該它已經反應了 所以說如果 你打算是炒美匯跌的話呢 其實就應該已經不用炒了 哦 應該已經遲了 嗯 另外 要看些什麼 要看些什麼 就是 看看上客 究竟可不可以撕到公司的那個 預測 450萬 很高 是 很高 其實是挺激烈的 因為它很久沒有試過 另外 就是競爭很激烈 究竟今季的margin是多少 是 那它預測是很低的 好像4%還是5% 差不多 因為 最近Q4的margin都是低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近聖誕 很多廣告費 哦 是啊 是的 那 Q1呢 接下來就會好一點 Q4不太差 所以 你要看看它可不可以撕 那我自己覺得都難一點 那另外就是廣告 因為其實它今年大家都是看著一樣東西 那個催化劑是什麼 就是它剛剛開始呢 就是推出一個叫加插廣告的版本 是 便宜一點的 就是本身大家看Netflix都是習慣了沒有廣告的 沒有廣告呢 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加拿大看 就15、6元 一個月 這樣基本的 如果是廣告版的話 沒有記錯是8元美金 哦 就是便宜了一半 就逼你貸 大約 大約 或者便宜 大概40%左右 這樣 看看它可不可以借這個廣告版 來吸了一些 之前是share密碼的 那它今年就全力打擊 不准share密碼 是 是 看看你會不會去 下答 8元都subscribe廣告版 就是要看看它可不可以給到這些數 又或者它的projection是怎樣 好 ok 好 這三個東西 然後最後 最後就是 那個價錢就是 如果上35 即是業績前 如果它真是夠膽死 和它上到355的話 鎖它 哦 355 是的 如果它下到315的 才有 就有辦法 315和355 大家記得 假設 假設 今個禮拜 它星期五 即過年之前 它都是這些位秀的 你過完年很純粹 你開個紅盤 然後過了頭三幾天 又沒有稅的 那假如 之前就看一些媒體的報導 就說 就是這一段呢 就是很大程度 其實外資賣相 嗯 其實說 如果外資是要派的 那它一定會在沒有北水的情況下 盡量退告 等北水回來之後就 估計 嗯 這個是很正路的看法 那如果你說這樣看的話 那你22449 大家都是看著這些位的了 22449 之前 22449之前的高位來的 嗯 那 大家都是看著那些位的了 那正常地 就會夾穿它 嗯 那就是 over-set一點點 可能25至27 這些位 那 然後才再 向下派 那這個是非常樂觀的 的一個看法 B仔可能就 短線要休息一休息 就是你2269都批了 那 批完 批完的確可以 可以 再炒的 嗯 但是你暫時 不要當它 這麼樂觀 這麼樂觀 先 那你炒完B仔之後 可能炒什麼呢 那今年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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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比較好的劇本去行的 就 今年應該會炒通脹 是 是的 那中國 不是 美國 中國會炒通脹 為什麼會炒通脹 是 因為 你 阿爺 是沒有辦法之下 是必然要放水 嗯 是的 內房不行 消費不行 出口不行 樣樣都不行 那你唯有 你要托住 那個經濟 你唯有是要放水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內房一定會爆 是啊 你一定要放水 三月一定要夠 是啊 那你很自然地就是 你放水 那些人會找東西炒的了 你知道大陸的了 是不是 那你 就是必然地是會引發一個通脹的衝勁 嗯 是啊 那其實你看到現在的資源股都可以升的 那如果你是向著這個套路去走的話 那我就覺得 你不是試一下買一些玻璃啊水泥啊 嗯 嗯 是啊 或者銅啊 那類的東西 是啊 就是你炒一下通脹這個套路的 那 那昨天也是有人問 就是inbox問我 那他說水泥股行不行啊 那其實看上去也OK的 那些走勢 是啊 我也有講過 那你身沒有的 沒有的 那 那純粹我真的意圖輪迫 我覺得 昨天其實914是破破地位的 嗯 是啊 那另外 那3-3-2-3就破與不破之間 暫時來講 那當然如果你說 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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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如果你說我真的 就是 要買些東西 過了年 走的 那我覺得水泥都OK 是 是 是 那現在6-9號幾 那你說穿6-3就好的 我覺得都OK 那你向上 其實它低位也不算 升了很多 但是 大概是五文開波 那現在6-9號幾 嗯 是啊 那我覺得是OK的 可以 就是你前伏一些水泥 但是你說高追 你說高追 那些B仔 扯了3分上去 你還追的 那就沒辦法了 沒有啊 我覺得 那銅呢? 光銅還是紫金? 銅 就 我覺得是 紫金會好些 是啊 紫金 因為又有金又有銅 一人一半 是 動力都是2-8-9-9好些 是啊 那就是 金我自己 就是你身我自己都有的 嗯 但是就沒估過 哦 OK 好像上次說過 企量都是有金 這個 是啊 就是有些貨底 那 是啊 又不是很多 但是紫金其實OK的 不過 我還是覺得它是升得急了些 就是你要等它調一調 大約約可能是11個 21個 3 這些位置 才好搞它 好 現在1.08 那我問一下魏Sir 他們問你行不行 行不行 我分析這件事給大家看 好 剛剛over the weekend 其實有 三個 是的 有三個inbox問我這個東西 那不是我們吹出來 那些人真的記得 是嗎 你說就可以了 是啊 他推動我 令到我在幾個月沒有看過掛三把的資料下 我就看回過去幾個月的東西 哎呀 真是勤力 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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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三號的 一個最便宜 最便宜最便宜就是過二 大馬了一點點 然後上面就差不多過三 是 是的 大部分都是126 128 129 這些位置 是的 都買了不少 但是最近這一陣子就沒有回購了 是 但是它好像11月底還是12月附近那些位置買的 這樣 如果你現在買 即是你用回購這個位置來做指標的 這樣 你是便宜過老闆20%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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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它去年上半年大約是賺了一億 嗯 這樣賺錢 因為之前都是輸錢 都輸了 又或者可能都是賺了那一兩千萬 起碼去年上半年就好一點 嗯 然後下半年下半年又封控 我猜就應該未必有上半年這麼好的 是 但是大家炒憧憬 是 沖憧憬它今年上半年會好一點 這樣 這些位置我又覺得不算貴 因為你自己計算 其實上半年一億 那你下半年我當不多 七八千萬多 那其實現在都是10倍PE的 嗯 是的 就是全年我當賺1.8億的 那現在市值18億 那你就10倍PE了 是 那10倍PE我覺得 就是又不算很貴 為什麼呢 因為正常工業股其實10倍PE都差不多了 但是它又不是 就是它已經因為拿了Tesla的單 令到它變成是一隻叫做相對高增長的一隻工業股 嗯 是的 另外其實它之前有出通告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 其實它是 Tesla 北美 就是北美造的車 的後排座椅呢 它是獨家的 記得 大把貨給我 小鬼找你 不是 做一張椅子有多難呢 是 是 原來又不是 它真的給它做 因為其實 益火是在墨西哥是有創的 嗯 越南也有 是的 是的 它們喜歡附近 那麥西哥就供貨給北美 嗯 是的 不用運那麼遠 所以其實是 是 OK的 如果你說就這樣看 另外 一方面 其實它又不是只有Tesla 那它最近也都有 就是那些什麼 長城汽車啊 比亞迪 好像都有一些 就是相關的新聞 那樣 有些合作啊 那另外一件事呢 十月尾呢 它有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都值得 講兩句 就是呢 它終止了收購這個富士膠片 商務設備 是 那是什麽意思呢 因為它本身其實是做一些什麼 推特啊 什麽拍人機啊 那些那些沒有的嘛 那但是那些其實 增長是極慢的 那它現在 我估它應該是索性 算了 我都是減少在那邊了 那我全力推動汽車那邊 嗯 這個我覺得 如果它是可以轉向成功的話 就是轉到型的話 專門是做汽車的話 那它的估值就會好 但是暫時 你看它的收入不是 最後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夠便宜 是 不過錢未到 老闆未到 是 是 是的 那你就要等 如果你現在 你走去買 你潛伏 你只能夠是 你潛伏得來 你是要有耐性 嗯 是的 你不要說我今天買完 你駁他明天就走上過夜 那後天就過四 那很難 暫時你看到它的轉動 根本上就不像 是 是的 如果你現在買 你說前伏 設一個指示位給你 那就穿一元打了 嗯 嗯 是的 那你就輸 即是輸八個百分比 但是你向上賺的 你有耐性的 可能是過二過三個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我 exactly是同意 他們 你不要用一分鐘說一下 就是力勁的 不夠時間 他的圖其實差不多 是的 跟八三八差不多 等到辛苦了 他又未動 是的 即是你看到力勁動 你就 你醒醒目目去買八三八 我覺得更好些 你選擇 你搭配到什麼 不可以 雙子 我相信 公開